OK,最近比较有空,所以我整理了一份有关于HiveOS的一个操作入门系列 那这是我个人使用新的一切,是属于一种比较直觉式的操作方式 那依照这种方式呢,一样你可以顺利的建构你的账号 那我相信开完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搞懂六成以上基本的重要功能 那我们从建立账号、电源管理、算力监控、基础到入门,我们就一次搞定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去 好,我们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那我们需要到官网去注册账号 欢迎各位使用这个连结 那这个汉码就是我的推荐码,欢迎各位使用我的推荐码去注册 那注册之后呢,我相信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免费10元的注册的那个基金吧 好,那画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登录进去这个,你会看到这三个提示 那第四个提示什么时候要出现呢 就是你会出现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选择就是说 Have a promo code 那如果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点 因为点进去的话,你才可以输入这个 promo code 欢迎各位使用这个我的 promo code 输入进去的时候,你一开立完账号,就马上有10块钱的基金 那储资金啊,那没有输入就没有哦 这是很肯定的,所以不拿白不拿嘛,对不对 我们就输入一下 好,输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点注册 那点注册的时候呢,你要回到你的信箱 回到你的注册信箱,你就会收到一个六位数字的一个验证嘛 那输入完之后呢,你就回,就会 登录到Hive over的首页 好,假设你输入完了,你就回到首页 你看,你的账号注册好了 比如说我取名叫做 Little Eric Farm 这个部分 Little Eric, Little Red Eric 然后呢,10块钱就拿到 说是不是很简单 10块钱呢,够新手用盈正值的 因为一开始你是不需要钱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那 好,那你注册完的时候,他会友善的提示你 就是说,你要不要启动那个两步骤的验证嘛 那我也强烈建议各位就是使用 使用的时候,你拿手机扫描一下 扫描完的时候呢,你的Google的那个 授权的程式就会 就会,就会出现这个 那个属于你那个 Little Eric 的一个 六位数字的验证嘛 你输入完之后呢,你才就可以顺利进入 你的系统 就是说以后的话 你就除了输入你的密码以外 你还需要额外输入这个六位数字的 Google 的密码 那 很好的优点呢,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账户 隐私,避免被骇客入侵 好,那一切步骤 两步骤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回到这个 点击就是上面的连结 或你自己输入 连结我会再另外建立 那 我们在这个网页呢 我们点击Install 你完Install的时候呢 我们网页往下拉 我们会找到HiveOS Image for Rigs 就在这里 那我们就点Zip Zip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框框 我们就选择Save 然后我们就存到你的个人电脑 好,那我会个人建议呢 你要准备USB开机碟的时候呢 你去使用大厂 比如说Kingstone 或比较大厂的一个 USB碟 随身碟 来做一个开机 如果你有SSD更好 因为它的速度更快更稳 那你至少要有16G 那我会建议你使用32G 来做一个开机碟 好,那在刚刚那个画面呢 我们除了刚刚将那个储存 Image储存下来 应该是Image嘛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没错 好 我们必须再另外下载一个 就是烧入USB碟的一个程式 在同一个画面往下拉一点 你会看到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下面 我们点击这个 我们去下载烧入这个USB开机碟的程式 那你会看到 在 应该是列在第一个吧 你会看到一个那个 Etcher Portable一个程式 你就点击下载 那程式是 名称是这个 我想它的版本可能会跟着变 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程式的话 是我直接找到官网去下载它的执行程式 其实两个都可以用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那我们就点击下载这个烧入的程式 那好 接下来我会建议你就是在你的Hive 在你的印页开一个 比如说我在西朝 我开一个叫HiveOS的资料夹 那我会将我所有下载档案都拉到这边 以便于在日后管理 或者说你要烧入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去哪里找 好 那我们插入USB碟 我们执行这一个程式 然后 或者是这一个 如果有两个都有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点击第一个 然后呢 你去到你刚刚分类好的资料夹 你就选择你的那个影像档 之后呢 如果你只有一个USB碟 那很简单 它就自动锁定 再来呢 我们就按3 Flash 之后呢 它就开始烧入 那这个呈现的话 我所呈现的是一个 Kingstone的一个USB碟 好 那其实它image大概是8G左右 那当然你容量越大越好 因为以后你在运作的时候呢 它HiveOS 它还要去下载一些 不同Mine的 就是不同Mine的 不同的挖矿整 那你还是需要空间的 所以 为什么说你最好准备32G的 OK 好 那因为做这个动作呢 需要大概20分钟 所以你去泡一杯咖啡吧 那20分钟后再来 好 20分钟过后了 你的USB碟也做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回到登录首页 登录首页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部分 叫做这个Farm 这就是你的矿场 你的农场也可以啦 OK 好 那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它会展开如下面的方式 OK 好 那我们到右上角 右上角 它一个加号 我们点进去 就会出现选项 就是你可以增加矿工 增加钱包 还有等等 我们这时候要做的是 我们有的矿场 可是很抱歉 矿场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增加矿机 OK 你可以叫做矿工 那通常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依照矿机所在位置 显卡的品牌 或主机版品牌去设定名称 当然你可以想点别的画招 好 好我们就点下去 点下去的时候 就 会看到 增 点这个 adworker 会出现这个图示 你就点 adrig rig就是矿机的意思 好我们就点下去 好 挑的快了 点下去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OK 那这个左边的画面呢 右下角有个叫做 connecting existing 这个部分 我们就点这个就对了 好 好点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 右边这个画面 又这个画面呢 系统会先给你 矿机代号密码 没有关系 我们不用记下来 名称 我们就用它的 到时候回主画面 改成你想要的一个 worker名称即可 好 我们就点这个 readconfig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档案 那个这个档案本身 还有识别的 还有一个密码 我们就下载这个 矿机识别档 一样下载下来的东西 请你归到你的 HiveOS的资料夹 因为之后呢 我们要将它 拉到你的建立的水深碟 好 那顺便补充一下 左画面有一个 这个选项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第一个选项 直接在这里建立 HiveOS开机碟 那就是在线上 直接做处理 那我喜欢 独立烧录 因为这个比较方便 你可以一次烧录 多个备用 然后到时候在这里 重复加worker 再改掉你的名称 就好了 好 往下看 好 那我们已经下载完毕 我们开机碟也做好了 那 矿机的识别档也做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要将这个 矿机的识别档 拉到你的USB 开机碟 我们准备开始连线 那如果你有 可以插有线的话 你用有线网路比较好 因为比较稳 如果你只能用无线 那其实无线也是很稳 那我建议你选用 大厂牌 比如说 TBLINK 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厂牌 比较大 你就比较OK的 然后也可以在Linux 是一种畅行无阻的话 你就选用它的笔牌 那 特别要说明的是 你要先确定 它官方有说明 它适用于Linux 不然你买的话 可能也用不了 好 跳过去了 好 那我会建议使用 Linux 我就会建议你使用 TBLINK 一个叫TLWN725N 或Late系列的话 你使用它是畅行无阻的 很稳 好 无线连接的方式的话 我们在USB碟里面 我们进入Network 资料夹 就是这个资料夹 我们就打开它 然后有个档案叫WiFi TX 然后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 这边描述 如这个画面所显示 你就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填入你的装置名称 比如说你的WiFi名称叫做 小饼干 你就填入小饼干 好了 那你WiFi的Password 当然填入你自己的密码 填完之后呢 你就将这个档案 儲存起来 那以后呢 你的开机 你一开机的话 你就不用再 开机再去输入说要连线 因为系统会自动 呃 自动 知道你所填入的装置的名称 密码就可以直接连到你的无线网络了 好 那 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你下载的东西 你要先 呃 先拉到你的那个HiveOS的资料夹 OK 那拉到HiveOS的资料夹之后呢 比如说我一个矿机 我预计这个矿机名称叫做Apple 我就先取名叫Apple的一个资料夹 我就将刚刚所抓到这个识别码 我归到这个资料夹 然后呢 我将这个识别档 我就拉到我刚刚制作好的开机点 那你的开机就具备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一个是 呃 这个矿机的识别档案 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设好的WiFi名称 那你就拿了这个开机碟 准备开机 OK 那我 这边介绍的话 跟一般比较不一样 我不会说先急着去 做一个钱包的设定 跟一个飞行表的设定 那为什么呢 我们往下再看 好 那有一个比较要重要提示的就是说 你的显卡 那如果说你直接装在主机板的话 这样就OK了 因为主机板会负责搞定一些的供电 供电 那如果你是使用Riser Card的话 我相信大概九成九的人都会使用Riser Card OK 那这个你务必要小心 那我会建议 如果你有空的话 打电话给你的电源供应器 想问一下技术人员说 这个东西你的电源 你的电源供应器 什么样的线可以去接这个Riser Card 那他应该会跟你讲答案 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问题 你的那个SATA转接线OK吗 你觉得SATA转接线去接这个Riser Card可以吗 还是你觉得使用显卡的专用PCIe线才OK 我想答案应该是后者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你去接显卡一定都是用PCIe线在 那至于说 SATA转接线OK吗 这个问题 嗯 有空我也在做一期视频 然后介绍 他到底有OK 或者说你先打电话去问一下 电源供应器的厂商 或者是说 有做这种 你有认识这种SATA 这种转接线的厂商 他应该会跟你讲良心的答案 好下一页 好 再来呢 因为大部分都是 我们既然是讲中文 所以大部分都是使用中文 有些英文可能看不懂 所以我们开机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要改成中文界面 好 我们拿去开机 开机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已经连线了 这时候你的操作 我们一样 我们全部都在Windows去做操作 在矿机做操作 因为在矿机的话 你是不需要摆荧幕的 因为你浪费一台荧幕 因为反正所有东西都是无线操作 好 好 我们连线到矿机之后呢 然后画面如下面所示 我们就改成 先改成中文 我们点击 我们要先点这个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就是首页 如果你画面不是首页的话 请你点这个HiveOS这个图示 然后去点这个Account 点Account的时候 会出现语言这个选项 请你把它改成中文 然后不用几秒钟 它就变成中文了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部分 这部分Online1就是说 你有一个Worker上线 就是一个矿工上线 然后GPU呢 因为我已经装好一台GPU 在我的主机板上面 所以代表 它有震升到一张显卡 OK 那这张显卡它是离线的状态 因为我们还没设 我们背心表还没设 所以它不能工作 所以它不会上线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Windows设定一下 它就变成白色 那就代表显卡 也可以准备上线 好 我们已经变成中文了 这个界面应该就比较友善一点 OK 因为有时候它翻译还是奇怪 但基本上大概八成可以用 好 那变中文的我们一样回首页 我们一样点着左上角的一个小度 是我们回到这个矿场 你点这个 你的矿 你的Farm 你的点成你的Farm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一个就是说 它会跟你讲说没有飞行表 那你可能我也没有看到没有飞行表 那也没关系 在最右边有一个就是 一个显示个 排列的格式 一个Layout 你也可以做一个Session 那你点击这个中间的那个Layout 你就会看到这个描述 那这是个很好用的小技巧 就是说以后你去下载你的手机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Layout 你会看到不同的特性 那做一个方便的目视管理 这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讲过了 我们必须改矿机名称 所以呢 我们改矿机名称 我们去点这一个Rig的ID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你所安装的显卡 我装的是5804G AMD的RX5804G 那我们要点击设定去改名称 那我必须在名称的书栏区 你要的名字 比如说我想要改名叫做Apple 好了 因为既然我在我的资料夹 已经假定好它的名称叫Apple 所以呢 我们就输入 后 我们去点更新矿机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会变更成Apple 所以我们往下看 好 你点击完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名称 你就输入Apple 然后呢 你往上 然后你要点更新矿机往上拉 OK 矿机名称已经变成你想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创建分析印表的动作 在同个画面呢 我们去点这个飞行表 它 它会提示你说要Go to list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见 嘛 那我们就点 点完之后奇怪 它就说会出现 听家钱包 欸 要说明的是因为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飞行表里面一定要放钱包 不然它不晓得哇哇放到哪里去 所以系统很聪明知道我还没有建立钱包 所以就要求先建立 那因为飞行 所以你如果你的版本如果没有出现提示的话 那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点钱包 好 一样它会出现添加钱包 我们就点进去先创建钱包 好 我们来到了建立钱包的画面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先选择你的数字货币 我们以以太币为例好了 我们就选择以太币 那地址的话 当然是填误你个人的地址 如果你没有这个地址的话 你可能要先去一些交易所取得你的地址 好 好名称的话当然就取得你自己喜欢的名称 比如说我一样我沿用我的账号 我直接这样写 那我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可能要选择就是说 什么什么谁谁 谁的 然后什么交易所的钱包 这样比较好管理 好 那来源的话其实就是选择交易所跟类型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交易所在这边是选不到的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太实用 我就直接打名称在上面就好了 好 那一个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点创建 好 创建完之后呢 你的钱包就形成了 这时候呢 我们真正要建立飞行表了 好 那我们就点飞行表 它会出现一个提示 就是说增加 Add the Flight Sheet 我们就点进去 我们就可以准备要起飞了 OK 好 那画面会跳到这个飞行表 的输入页面 那这边有几个重要的部分 先解说一下 第一个数字货币 那你可以选择钱包 因为我们准备的是挖以太吧 当然以后你可以建议别的钱包系列 那不一个 一个币种就一个钱包就对了 OK 跟一个钱包 那一个币种不一定跟一个钱包 因为你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那个 矿子去做搭配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个 好 我们就选择一个这个 有以太币 那钱包的话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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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创立一个钱包嘛 你就是 你可能有其他教育 说你有很多钱包 那你可以分别 你可以顺别 储存到不同的钱包 那我相信 大部分 应该也没有很多啦 所以我也只有一个钱包 所以就 基本上 你就是丢一个钱包 那就挖到这边 如果你有第二个钱包 你就挖到那边 那你的币种可以跟 可以跟一个也跟不同的 那 基本上就是要相对应就对了 好 在矿子的话呢 我们直接选 HiveOS 它叫HiveOM 的矿子 因为选它是不用钱的 那超过一天的 矿工还是要付钱 那 记得好像在四个以内都不用付钱 好 那 选择挖矿软件 那我会建议你选择 NB minor 因为它是非常稳的一个挖矿软件 好 那点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设定 那基本上你是不用做设定 就 直接选用就好了 那 那你设定的话 基本上 嗯 如果你知道就设定 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设 那 补充一下矿子的话 你点进去的话 你要做一些基本的设定 通常我们选择比较 接近你的矿子去做 接近你的位置的点 比如说一到一到三个去选 就好了 因为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说 避免 那一个矿子 server当机 说你要有其他的矿子可以用 好 再来呢 名称 请自己想一下 比如说 我提示我自己 我一定要选择这个 因为它 这个是可以稳挖 稳挖 EDH的币种的一个 一个飞行表 就直接这样选 好 那我们最后 点 点一下创建飞行表 好 接着飞行表就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取一个名称 叫NBMIND 文挖EDH 好 那钱包 就是提示我 我选用这个钱包 那我选用这个矿子 那NBMIND 它N代表是可以挖N卡 A是代表挖A卡 所以NBMIND 基本上通知 好 往下 好 那我们 因为显卡超频 参数还没设好 所以会避免一个误动作 我们要先启动维护模式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你一定要会 因为 所以我才用这个顺序来介绍 那主要目的的话 就可以避免 开机直接挖矿 因为你可能装一个 新的显卡参数还没有设 那这个可以让你有机会 再回 再一度确认 就是说 显卡参数设定没有问题 我们再启动挖矿 那 否则呢 可能会当机 或造成显卡过了 用电往上标 你的心跳指数也会一起标 下出一身冷汗 好 那我们回首一页 一样点HiveOS这个图示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首页 我们点 这个Apple这个矿机 你可能叫别的名称 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的时候 画面切换如下 好 我要回到这个矿机的主要页面 画到矿机的主要页面的话呢 我们在第一列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 在风扇的右边 有一个螺子起似的工具图示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维护的选项 我们到维护模式这边去选择 那个 With loading drivers 我们要让它启动 也就是说以后 它在开机载用这个Driver的时候呢 它就会启动维护 那框就不会挖了 就让你有时间去做一个维护 然后我们就点着应用 点着应用 完了之后呢 你这个 螺子起似就会亮灯 代表你维护模式已经启动了 好 那我们画面应该同在同一页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点着概数 那一样我们回到显卡清单的最右边 这边有一个实数表 OK 我们呼其他叫实数表 好了 基本上就是超频 好 那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就准备开始设定超频参数了 好 那 点进去就会出现一个超频参数的配置 好 那还有一个常见预设 我们先点 它会先出现配置 那不管 我们先点击常见预设 点击常见预设的时候 我们要先选择 那个数字货币 比如我们选择ETH 那算法的话 当然你会知道它的币种识别 OK 那系统会先列出别人设定的参数 给你参考 注意这只是参考 基本上堪用 你要自己微调 因为每张显卡的特性不一样 那我们先套用第一个设定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画面会签到一个 配置 不 签到配置页 签到配置页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带入第一名常见的预设值 好 下看 好 那系统会帮你自动套入 你看到参数 刚刚参数没几个嘛 好 但没有看到就不会设定 所以很重要一点是 风扇跟功耗 你要自己设 尤其是功耗 如果没有设的话 你的显卡可能会变成车点怪兽 而且温度会下到 你马上关掉电源 因为 耗电高 然后温度又高 你会下到 好 那因为我知道 我这张显卡 正能够功耗应该多少 所以我刚好限制 瓦数先输入90 风扇的话 先输入80 就80%的意思 以后我们可以改成自动控制 设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应用 那这边注明一下 如果说你是用AMD显卡的话 通常要另外降压 所谓降压就是降 核心电压跟记忆体控制器的电压 然后你除了降压之后 你要超频 超频一般指的是超记忆体 那以获取最佳的效能 而不是说 以提高瓦数来获取 获取高算力 因为这个经济效率是不佳的 或者而且用电也非常不环保 好下一页 好 那我们基本款的参数设置好了 我们会基本上应用会跟下表一样 就是它会自动带入 你刚刚看到的 比如说核心 OK 核心的那个时数 跟记忆体的 应该叫时数吧 OK 好 频率啊 记忆体的频率 好 核心的频率 好 那带进来的 那你看一下就是风扇 我刚刚设了80 那电力限制我设了90 好 那这一面就是说 显示你目前显示卡的温度 然后显示现在风扇的转速 显示现在显卡的耗电状况 我们还没开始挖哦 OK 好 那相关的限制你就确定 这个蓝框都有出现的时候 开始套用你的飞行表 我们就点击飞行表 飞行表呢 就是在 这一个最右边 OK 这个我们就点飞行表 那我们这边有个火箭图示 那你点进去 就准备开挖了 好 准备开挖了 但是呢 我们要先再检查一下 我们一切设定事物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回头再修改 那画面又有线出现这些 你的框池 你选择哪几个SERVAL 像我就全选 不管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OK 好 那这些演算法 你看都不用输入 因为它系统会自动带入你所选择的 OK 好 那如果都 这时候呢 我们去点它 那我们不管怎么 点呢 系统是不会让你开挖 因为呢 我们这个灯还亮着 我们维护模式灯还亮着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 我们去点回概述 点回概述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框极页面 那我们到最上面再按一次维护图示 那维护图示的话 我们把那个维护模式改成DISABLE 我们选DISABLE之后 我们再回去按这一个火箭按钮 它就会自动开挖了 那我不按这个自动按钮 因为这个是你要按也OK 但我们需要学另外一个开挖的模式 好 我们学另一个开挖模式 就是这一个锄头的图示在这里 在小狗的左边 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因为就刚刚讲的嘛 如果说我们不选火箭的话 我们就要学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就是说 你看到它有几个选项 就是说 我可以重启挖矿的按键 那因为我不点火箭图示 所以呢我就选择 选重启挖矿 好我点进去 很简单它就开挖了 好基本上你已经学会了 一个维护模式跟挖矿动作 在这个锄头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功能 因为如果情况不对的话 你要按锄头 立刻停止挖矿 而维护模式呢 大多都是在 你先装了显卡 而你参数都还没设好 你就很急着去开机 你装完了之后呢 为避免开机自用掏用 因为系统会去抓你 最后一个掏用的飞行表 一抓到它就开挖 如果你不设好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电力往上飙 你的心跳指数也往上跳 好那 基本上呢 如果说你 所以会麻烦 你要马上赶快的 将它停止掉 如果你忘的话 就会就会不好了 OK 那如果说我们什么时候 要启用的就是 刚刚讲的方式 那如果什么时候 不起用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参数 设定一切没有问题 你也不需要修改 好那你这个选项 就永远不用启用它 所以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一个模式 千万要记得随便使用 好我们就开挖了 对了 如果你装4G 是没办法挖的 我必须讲明一下 因为ETH4G 已经挖不动了 基本上全部都没办法挖 但因为我手刀上 刚好只剩下这张 多余的卡给做示范 所以呢 我发现NB minor爆错 然后说我记忆体不足 所以在半读的时候 我马上切尾飞行表 我改用LOL的 minor 在这边 你看到我先 原本是建立NB minor的 那个飞行表 那我就 我就直接把它换掉了 直接换成LOL 那这两个是不对称 没关系 我就先换 换了之后呢 我就改参数 那这个参数 可以让我在Round B mode 僵尸模式下 硬挖ETH 那可以做示范 那当然这个哈锡值 是奇迹无比 不到 一枚啊 你看一下 哈锡值只有550k 好 那虽然 我有做一个动作 就限制这个电力在90 好 但是这个模式好像不受控制 电路 电力往上直标 标到129瓦 这时候出炉就派上用场了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功能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出炉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就赶紧呢 停止 到那个出炉 按停止挖矿 因为浪费电 而且温度可能也会往上冲 OK 好 那我们来改挖ETH做示范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建立一个钱包 那当然你ETH钱包 建立好 你可以建立六个钱包 叫做ETC的钱包 好 我就用ETC做示范 那你建立好ET 同时就把ETC的飞行表 建立好 那你ETH挖到一半 我马上选择 选择飞行表 那你看到ETC的钱包 就马上点火键 那他马上就会切到 切到ETC去做 马上开花 那这个示范 我们会看到 那算力30.34 功耗94 应该还算OK 那他也 我有没有去做 做那个叫做什么 做MOD MOD叫做什么 修改BIOS OK 我也忘记了 没什么印象 那基本上这个算是一个 蛮合理的 当然他可以算力 是可以往上 那你要记得 你算力往上 通常功耗流往上 有没有符合经济效益 你要自己看一下 OK 还有就是 会不会太热都要注意的 好 我们看到 算力30.34 功耗94 应该还算合理 好 那换 换一下 看这个4G可不可以挖ERGO 好 我们看一下 我切到ERGO去挖 我们算力是64.36 功耗73 哎 蛮ok的 因为还蛮环保的 因为耗电不高 那 一样 如果你的功耗呢 往上放 那你算力会往上放 那算力要往上放呢 通常有两种模式 就超频 2100 2200 你要知道你可以超到多少 那 那你也要理解 超到多少 它可不可以稳定 会不会说挖到一半 就当机 你要知道如果当机 重启或一直当 这个 这个时间的损失 远远超过 你只为了增加1-2M 去做这个动作 又耗电又耗时间 然后当机 反反复复 是非常划不来的 这要千万记住这一点 好 往下 往下就是 这另外两个重要的功能 我直接贴页面 来做一个解释 这两个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会用 好 这个就是WATCH DOCK OK WATCH DOCK呢 的模式的功用 你看到 它可以 这个设定我们先不讲 那基本上我快讲一下 这个 可接受的 就是那个 可接受的 就是最少的算 那个 呃 应该怎么讲 就是接受率 你挖换的接受率 通常我们可以设在99 98 或者是95 随便你 那 因为你会有失败的时候 你可能会工作 会有失败 会因为那个连线的问题 好 嗯 直接带过 好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个 就是 WD POWER 就是一个监控你的 那个电力的消耗状况 我们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一个 MAXIMA POWER 这个部分 我们要输入电力的上限 一定要输入 也可以确保你的 那个很全 因为 你也不太确定 那个系统 会不会有一天 或显卡 突然有一天不受控 那电力急速往上飙 那 如果我只有装这张显卡 我刚刚看到嘛 就是在那个矿机 我看到 他显示耗电是 你 你全速开挖的时候 你耗电是 是89 好了 那我认定 我只接受 让它再多10W 你看 在这个多的10W 不会超过我的 那个电源供应器的 呃 那个 极限 或者说 我认为超过 100 这个显卡就是 或系统就异常 我就收了100 所以意思在这边 好 那这个POWER ACTION 这边 你可以选择 那个 reboot 那也可以选择 shut down 那通常呢 我们会选择reboot 就是让它重新开机 就好 因为它可能只是一时的当机 或一时的有问题 那重新开机之后可能就好了 所以我们选择给它一次 给它机会 重新开机 就自动挖 那这边有个MODE的部分 那意思就是说 你用框机来识别 或者用一个算法来识别 那我觉得 你可以先不用用 那当你熟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择 用演算法 那演算法的话的时候 比如说 你ETH 你就要选择 对应的相关的那个算力 比如说 我们刚刚看到 嗯 不管是ERGO 还是好 还是ETC也好 它有相对应的算力 你注意 你输入数值之后 这个 这个 显示单位要切 因为MH跟H 跟KH 都是差很多的 我们看看它都是M的单位 如果只有输入25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你点演算法 25 随便也超过25 至少要选择M 这个单位 才是合力的一个 HC值的一个 基本的单位 好 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点Apply 以外你要确定 这个小狗灯是亮的 才确保它有在运作 好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风扇的控制 我们点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最上面一个 最上面的位置 就是一个关键温度 意思就是说 你的核心 核心的 显卡核心 如果超过这个温度的话呢 它就会做以下的动作 比如说 你可以选择就是 基本预设就是 停止挖矿 OK 那你就可以 放心的 让矿机去操作 因为你超过这个 关键温度 它就会停止挖矿 这个就是通常 你也不用改 如果你觉得害怕的话 就把它改成75 好 那Auto Fan 一定要打按 OK Auto Fan 打按的用意 就是在维护这下面这个模式 你可以先去预设 你想要知道 你的核心 显卡的温度 应该要 在多少 那通常呢 我会设施成65 或以下 因为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温度 那基本预设 这个系统是多少 我已经忘了 我相信 你可以再改一点 改低一点 OK 那你也改成 改成50 那你改成50的时候 你风扇噪音就会更大 因为它会符合你的目标 除非你的环境是非常低温的 OK 你要吹冷气 好 那在上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改 那我像90的预设值 我觉得不安全 所以通常会改成70 因为我觉得超过70级 也是蛮危险的 你的显卡 可能会快速的老化 那到时候要松修 好 因为你就要确定 设好了 这个一定要打开 只要亮灯 就代表打开 没有亮灯 就是完全都没有打开 你只要这样 知道就好了 那这下面呢 我们先不用管它 一样弄好之后 我们点Apply 然后 这个 灯就会亮的 那这点Apply 这个灯也会亮 好 那刚刚我们的案例 就是说 我们这个PowerAction 我们打开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 那个用Lombi Mode的模式 你会看到 那个电力往上飘 那如果一开始 我们有设好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用管 或者说 你忽略它 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那个机器 就会帮你去处理 这个部分 它就会自动开机 那你解除你的警讯 那你看到你的手机 报警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去 启用维路模式 或者说将它停掉 自己做 后续的处理 好 其他的操作 其实这个系统 非常的 其中非常多的功能 非常好用 尤其在一些管理牌上方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因为 因为再讲下去 可能太多了 我们先 会这个基本的 就基本上绰绰有余了 好 有空 可能再介绍另外一部分 好 番外篇 就是除值的部分 也就是标题 你想要 除值回归3% 还是30%呢 以前我还在想说 为什么要付归 我用Windows就好 没错 不用付钱啊 但是 对 你不用付钱啊 可是 那个软体 非常阳春啊 一般的挖矿软体 非常阳春 那 当然可能有其他的软体 可以类似HiveOS 可是我觉得 还是可能 要付钱 然后 功能绝对没有这个强大 所以呢 我就 后来我就改用HiveOS 那我觉得付这一点钱 是非常值得 因为 因为 还有就是 我不用HiveOS 所以我要另外付费 因为它允许你 用选用非HiveOS的 矿子去抓仪态 但超过一个 就要去付费 所以我超过一个 所以要另外付费 好 那 一开始我觉得 你选用HiveOS就好 因为其实它还算前期大 但是 我觉得 我比较 我想要用第一名的 所以就选用第一名的 OK 那 图子的说明的话呢 以稳定币 会有3% 在页面会有奖 有3% 好 这3% 就是稳定币 那 先付3个月就有30% 差很多 OK 你存在那边是不会丢的 以前 当然你可能一开始会怕说 你钱转进去 到底会不会入账 没关系 你就先付 可能付100块啊 或少少的钱就好了 那 你觉得好用的话 我会建议你一次就多付几个月 那至少你付3个月 你就会有3% 那系统会帮你基本计算 就是说你要存30%呢 讲错了 是30% 应该存多少钱 那以我的案例而言 他跟我讲说 我至少存69 好 那我就存超过69 于是我存了73.67块 其实 是用ETH 转成当时候的币价了 我就转进去了 大概20分钟之后呢 我就看到回归30% OK 所以 记得 好 如果要 确定 转进去 没问题的时候 你下一次处置 就一定要用 超过3个月哦 因为 因为你还是要付费的嘛 存在那边也不会丢 所以 这是很划算的一个 处置的方式 OK 好 我们最后到尾声了 就是总结 那如果你已经掌握 刚刚一些 基本重要的操作 那恭喜 你可以稍微安心 交给HiveOS 去帮你做一个数字 破壁的挖矿 好 那如果你是用Windows呢 那你就自己劳心劳力盯着看 那除非你的设定都非常的稳 环境架色都没有问题 那 通常会用Windows的呢 是因为他是用PC在挖 因为他自己在用电脑 那 不用白不用嘛 就这样子嘛 这个概念 好 OK 那如果 你找不到其他 比较好的说明呢 其实你可以到这个HiveOS点放 OK Guides 这个部分 然后呢 官方操作系统 会 也是内容蛮丰富的啊 不过他都一块一块的 你要 That's Q&A的概念 你有空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说明 然后基本上 他也提供影片 OK 所以 先这样子哦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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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